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這一個場次是 導師論壇 陪學生走過青春歲月 那我個人來主持這個論壇那樣的 善言 其實我們有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可能有一個個人的失敗的小故事 跟大家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說不定可以給各位年輕的老師一個錯誤的反省 說不定這樣可以彰顯這兩位講者他們 做了這麼傑出的老師工作 那我剛出來回台大的時候 我來台大12年 那個時候教法中心還沒有成立 所以我就是在黑暗中摸索 我不像各位老師這麼幸福 那老師工作在我的想法裡面 因為沒有心扣教師 心靜儀教師儀 就是Less Priority 對不對 這個是所有的工作都在這個前面 那我就忙自己的事情 那我也不會帶導生 對就是學著我以前 好像老師就是每年請我吃一吃飯 我就請學生吃一吃飯 那有一個學生非常傑出優秀 是見宗之優生 那後來我跟他談 他說他成績不好想要這個轉 他說他有設計的才能 他不想要念電視系 我跟他對談他也都蠻 聽起來講話非常有聖詞 然後他一直很堅持他的轉系 轉校 那我也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的問題 我就說好吧你我挽留幾次 覺得他距離瞬間 我就說好那你就可以隨你所願去轉系 好轉校 那後來他真的就轉到別的學校去讀設計了 那我打過一兩次電話 不過他沒有接 我想說大概過得還蠻愉快 結果後來在2008 2009年的時候 接到我的同學的電話 說老師那個某某同學自殺了 然後就非常的震驚 那時候又頭腦一片空白 我想說天啊我還能做什麼事情 我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想到說 這個同學有問題呢 那個報紙上還有一些 還跟佛念前學護長 討論了很多他的這個case的問題 那這個是讓我在 非常忙 就算我那個時候忙著升等 還是在我的初期的這個導師的工作中 有這個落下很大的陰影 雖然這個我當夫來學校 從來沒有想過 天啊竟然一個導師身上 有這麼重大的責任 如果我再能多說一句話 或者是再多關心 打第三通電話說不定 能夠改變什麼 但是一切都太遲了 然後後來我就是好好的學習 我就想說啊 就像教授長講的這個導生工作 其實也是可以學習的 那我們台大有出一些很好的導師的故事 優良導師的故事 就每一篇都拿來好好的學 我參加很多的這些 類似我們的新思琳的那種教師 你慢慢的學習 那後來第二季我就想說 我要不要再這樣做了 就帶同學去做一些 比較有意義的導生活動 那他們也玩得蠻愉快的啦 那我自己也從東說的學到很多 就像秉承老師講 其實我覺得我還回顧啦 這麼多年的教學生啊 這些很愉快的很愉快很幸福的片段 其實都跟真的沒有關係啊 那請各位老師做一個參考 給各位老師做一個參考 那後來我也因為這個小小的活動啊 得到這個優良導師講 那當然我講這個並不是說 我有多好 是說像我這麼差的導師 經過這個學習都可以成長 相信各位老師都比我優秀 一定都可以 那我有一句話說 教育是人類生成的樞紐 全成在這個黃金的青春歲月 走進我們的辦公室 走進我們的教室 都是跟我們很有緣的 那如果我們能夠講一句什麼話 能夠expire他 能夠甚至能夠改變他的一生 所以各位老師 您都是這個轉動這個樞紐的這個人 所以大家應該要把這個導師的工作 想像成是一個非常莊嚴的這個很神聖的一個使命 那就像這個秉楠老師他講 世界上還有什麼工作比這個更好的 你想想看你有什麼工作可以一句話 轉動一個人的一生 讓他永遠一生都記得 某某老師跟我講過什麼 改變我的生命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工作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後來我就變成 last priority 變成most significant 我覺得這個工作真的是most significant job 這個就跟各位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那好 我這個失敗的故事講完 接下來我們要給各位看這個成功的範例 我們今天會非常非常結束 兩位講者會完全改變 徹底改變大家對導師工作的想法 那我們首先第一位 我們要請到我們的教巴中心的 陳育文老師來跟我們一個分享 那陳育文老師是 大家可能這幾天都常常看到他 這個大家第一印象就是熱情四射對不對 活力噴放 絕對不輸給青春的學生 我在想很多學生如果很 憂鬱的走進他辦公室應該是非常高興的 笑容燦爛的走出來 我想那個律文老師他最厲害的 並不是說他雖然是社工業 但我覺得他最厲害的就是他專業 那個專業還是 不是只有他的專業 不是只有他的專業 我的意思是說他靠這個導生輔導 就是靠他這個無限的這個活力能量跟熱力 這個不是只有靠他的專業 這個不是只有靠他的專業 那大家不要以為 玉文老師很閒 其實他很忙 他同樣掛了很多很多的頭銜 包括主任啊 系主任啊 副院長啊 還有我們北右區執行長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忙 但他的總式抽空 來關懷一點 我想各位看了這個玉文老師 就敢說我很忙 大家都沒有藉口講這句話 那玉文老師說他什麼獎都得過 結束 教學結束 教學有兩樣 然後唯一他就覺得有一點可惜 覺得研究可能就比較遠 我說沒關係 玉文老師你是 Social Impact Factor 最高的獎 那我們就來歡迎玉文老師 謝謝 GEM老師很可愛 這個 老師絕對不會因為學生講錯一句話 懷恨一輩子 好 離開這裡之後我就忘了 你講的這一句 好 那很謝謝建模老師講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給大家希望 但是你看我還站在這裡 應該就有希望 好 那建模老師提的那個例子 就是學生自殺 我也有過 大家千萬不要認為說 不是我也有過 不是我也有過自殺 我的學生也有過自殺 也是成功的 那暑假有一個未睡的 那我們常常問成功的好 還是未睡的好 沒有什麼好不好 但就一個導師未睡的 你將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這樣懂我的意思 因為他只要未睡 就還活著 那走了通常就是去靈堂 拜他一下 那你會覺得罪惡感 但是很多時候我要強調一件事 我是社工系的老師 我還是做專業 而且做青少年輔導 這才是我的專業 我自己做青少年研究 所以我的學生其實很多是 我覺得 也是我的樣本 只是他們在功課比較好 如果你真的要講差別的話 然後我自己又是基督徒 我常常不太喜歡跟學生講基督徒以前 因為他們就說老師 你是社工系又是基督徒 然後你的光圈一定很亮 對不起 我還是人 所以你不要當我 我還是當 這是很難的 你對社工系老師當學生是 絕對比你們任何系都更難的地方 因為他在挑戰你的人性跟底線 就老師你要不要接納我的 那他們就會給你很多他的 符合我們樣本群的 就是我服務個案的各種profile 你應該要同理我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常說 如果在社工系我能夠做到今天 各位老師 只要你不是社工系都還能做到 那我們社工系老師也是 全台大得到優良導視率最高的 也是因為我們真的確實在學這一行 但是學這一行 其實有時候對我們是更大的挑戰 因為學生也知道你是這一行 懂我的意思 那我們學生也因為他自己覺得 社工可以幫助他處理一些事情 所以他們有一些自我療癒的期待 我們的課也讓他們揭露了他們 過去成長經驗當中 所以我最近暑假這個自殺的學生 他是一個研究生 然後他從幼稚園 開始回顧起他的生命歷程 就是他發覺他整個的原因 從幼稚園開始 幼稚園他父母親離婚開始 所以我想今天要講太多 如果要講導師的故事 在我過去 今年邁入第20年的教學生涯裡 非常多 因為我們系是踏進台大的第一年 就要當導師 而且是大學部的導師 然後一代我們曾經換過很多制度 有讓學生選導師 有一年換一個導師 到最後我們現在定下來是一年代 到畢業 那本來我們只代四年 後來現在決定代到畢業 大家早可以最多到六年 通常研壁生的問題會多一點 有時候 他的研壁不見得是為了生涯規劃 有時候是有些學習的狀況 所以那現在我當系主任之後 所有研究所找不到指導教授的 我就是導師 所以我也屬於脫孤類的導師 在我們系上 就是說研究生會 言二他要去導導師 那找不到指導教授的就是系主任 當導師 所以我名下也掛了非常多的導師 對脫孤制 所以如果他聽到你的系不是這樣 你們絕對比我們好 向下比較是一種生理健康的追求 所以一定要比你不好的系 不要比你好的系 OK 好 那我要講這個題目很有趣 剛才講就是 我確實一直不承認後面那個老媽 但是學生告訴我 你跟我媽只差一歲的時候 我也不得不承認 我就是一個媽媽的人 那我剛進台大的時候 我的研究生跟我差四歲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是個姐姐 好得意喔 沒想到很快 我就是媽媽了 那媽媽跟姐姐差在哪裡呢 學生對你的期待可能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必須承認你 我很快變阿嬤了 就是 而且我的學生的小孩 比我的還大的也有 這早婚晚婚的問題 女老師也可以思考 就是這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 導師剛剛這個建模老師也說 在一個不被重視 但卻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媽媽怎麼去拿捏 我就會教大家一些撇步 就是我這二十年來 這個點點滴滴的技術 這個技術很重要 連一包面子怎麼放 都會影響到學生對你的評價 我待會舉例 那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志業 這聽起來真的很重要 可是我要想講的 其實導師工作裡面 讓我學到最大的是 學生是我的導師 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可以撐到今天 教學跟研究的挫敗其實蠻大的 研究的挫敗是最大的 通常被拒絕啊 難過傷心是很正常 最高級是沒有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算了 反正再來就好了 對不對 升等也是對不對 被幹掉那明年再來 我就不相信你幹得掉我 拼了 然後學生評鑑 即便我們教到現在 各式各樣的評語都有 各式各樣的評語都有 我們得過 即便我們得過結束教師的 還是有人不喜歡你 那我都很欣賞 我說人就是不同嘛 社工不是教尊重不同嗎 你就尊重學生不同的反應 那我現在當系主任 我們也發現到很多老師 在教學上 不管你有什麼方法 就是有學生喜歡 有學生不喜歡 那所以我覺得 當然導師就完全不同 導師其實沒有評價 他是沒有教學評鑑 也沒有審查意見表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要怎麼做 其實確實每個老師 是有他的選擇跟彈性的 這是你最自主性 最強的一份服務工作 如果你把它當服務 那我覺得也是最人性 就像剛剛每個老師 都要講失敗 每個人站在這邊 大家都覺得老師 你就一路走來 那我們都會說 哎呀你不知道 我過去也是血跡斑斑的 對不對 但是看不到 像我們在這邊 我也不想講我多血跡斑斑 因為大家都覺得 煩你走過了嘛 也對啦 對不對 所以你要跟學生說 以前你多苦的時候 我自己的女兒她都說 馬上你不要一天 當然講想當年 這樣你很老耶 對好那就不要這樣了 為了不怕 為了怕老 就不再講過去怎麼樣 但是在這邊 你會跟孩子發現到說 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年輕的自己 或者其他的人 那個掙扎的生命 其實我覺得很棒 那所以我放了一些照片 我研究室非常非常多的照片 學生還要拿道具來給我 這都研究生喔 他們覺得我好可愛 這兩三年前 我也覺得蠻可愛的 然後大家就一起拍照 通常在這個時候 你就很高興他們的成就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整個技巧 我覺得技巧 很多人說老師 你是念社工書 你懂這些 其實我還是要強調 我的學生還是學生 我從來沒有把他當個案 這是不對的 因為他還有分數在我手上 我絕對不把他當個案 當個案我就轉介出去 他絕對不是我的個案 我們的師生關係結束 關係就結束 他畢業後要找我不找我 那是他的選擇 但我絕對不找他 我不主動找他們 大家懂我意思 那個找就是說 我不主動去輔導他 大家聽懂 因為這個關係的結束很重要 那他過度依賴你 最後不是他完蛋 就是我完蛋 通常是兩個一起完蛋 一定的 因為那個關係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我們要 尊重學生的選擇 而且相信他們的能力 通常我覺得每個 踏進台大的學生 不管他用什麼管道 好我們剛好談到特殊生 即便是特殊生 他的學科分數 可能跟一般考進來的不同 包括建模老師講的 即便是資優生 他的學業成就很好 他心靈中那個缺口 其實很多是很類似的 這跟學業成就是無關的 好我這麼多年來 最大的分析就是 差別就是他會考試 不代表他是OK的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怎麼去 但是他從小到大 因為他會考試 他都被認定他是OK的 這才是問題 大家知道 越老越會是問題 所以早點發現 還是好一點的 好那所以在這個 而且我相信大家知道 你也許是大學部 是研究生 這跟年齡也無關喔 好博班生也會有狀況 碩班生會有狀況 大學部會有狀況 同樣的健康的有大學部 有研究生 有博班生 他不會是用年齡來界定的 那陪他們面對問題 不是幫他們解決問題 大家知道 那個差很大 就是說幫忙 就是剛剛建浦老師說 他至少我為什麼要多幫他一點 大家千萬不要有罪惡感 這不是我幫不幫的問題 即便我幫了他 他可能還是走上那條路 因為每個人在解決 自己問題的時候的能力 跟資源 不是我們一個導師 可以去掌控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開始覺得自己 做錯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 只要盡力而為 你就沒有做錯什麼 那至於生命的挽救 其實每個人 都是在自殺事件後 才去歸因說 早早當初 包括政潔 自從政潔出現之後 每個學校社工都被要求 就看看你們有沒有可能是 潛在政潔 我說我要能做這個 我就不在這邊交出 我去算命 直接賺現金 還不用繳稅 OK 我跟他說 不要再去做這種事了 政潔如果之前可以知道 他是政潔 就不會有政潔 大家懂那個邏輯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一定要注意 不要再去歸因他 過去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不必要 我們應該是說 未來我可以預防什麼 可能多做一點什麼 但是也不代表就能挽救 每一個生命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個 就像醫生 我也常覺得醫生也沒有所有 都治得好的病人 這邊很多醫學院的老師 對不對 就有些人我盡力 但他的生命還是得走向盡頭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人生 那盡其所能 不一定要求如願 大家知道 如願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生命 或者轉系成功 例如輔導他轉系 成功 都在系所成功 順利畢業 每個人有他生命的出口 那我這邊一直強調資源 就你千萬不要認為你是自己一個人 你們系的老師 主管 學校的學生輔導中心 甚至外面的 Google一下 有幫助這些學生的非益力組織 是非常的多的 都是不要錢的 像我的學生有精神狀況 我還是請他找精神科醫師 他有必要服藥 因為恐慌這些 他不可能靠過我的口說 來解決他的疾病上的問題 然後他要接受一些心理諮商 甚至是家族治療 通常是牽涉到家庭 如果他有錢他自費 他沒錢我們找經費 就是很多我們幫忙去找這些東西 那我的形式其實很多 大家看到這個 這都是不要太開心 這都是錢花出來的 這在開錢的 這叫紅包 所以各位老師 通常第一份喜帖來的時候 你很開心 你要亮亮墊墊你的荷包 這不能報稅 這跟捐款不同 然後你剛開始我都很開心 想說哎呀分享喜悅 後來發生 支出 支出非常 特別你關係越好的 你支出是 像我民國一百年 我剛剛每個月有月餅 那就代表每個月有現金支出 懂齁 懂齁 不是月餅喜餅 我百年那一年 我一個月 每個月都有喜餅 那一包 那一盒就是幾千塊 你知道我的意思齁 所以各位 當你發出第一包的時候 不要包太多 就是 量力而為 不要說每個老師都包 別的老師 資深老師包多少 你不要跟著包 然後如果你想省錢 你就不要去吃 通常 那就是你自己決定 看關係生前 那我也告訴學生 我不會每個都出席婚宴 真的是看關係 因為你每個都去 我看你吃不完齁 你也包不完齁 這個我覺得還是大家要注意到 你自己要去衡量 那我現在比較老了 那個資本比較雄厚了 我就稍微那個 那我會看學生的經濟 比較匱乏 我就會稍微多一點 我不會讓他們知道我的價錢 我覺得有時候 我也是幫助年輕人的感覺 家境比較好的 那個我就一時一時 但我絕對不去吃 不要給人家 站一個五星級飯店的位置 也是比較客氣一點 那當然慢慢就會變 證婚人、組婚人這種 那個通常年紀到一點 現在都不要做 大概到我們這個年紀 就開始去當那個 證婚、組婚的 那個就包多一點 不過那個時候 經濟條件也好一點 所以還好啦 心靜教室真的要記得 因為我好開心 野心說 還以後再也沒有婚商喜慶 我同事都結婚了 我一個老師就說 你錯了 以後會包更多 我就不相信啊 後來真的 到現在還在包 但是這次很歡樂 這學生我到現在都有聯絡 那我們大家就很歡樂 導生宴 然後我們一些個別 像我有團體吃飯 我有個別 通常到大三大四 我會個別約談 聊聊他們的生涯規劃 想法 然後有些系統 我們有一個導師系統 大家知道嗎 台大四有一個導師系統 你上去之後 會看到他們的個資 就是你要按下個資法 保障他們的 照片 當然照片都失真 所以看一看就好了 看本人比較重要 好 那就是了解一下學生 還有聯絡方式 有時候我會發訊息給他們 一些消息啊 一些小故事分享啊 其實聯絡學生方式很多 那FB也有OK 可是學生有去先上FB 但不見得上你的社團 所以呢 你要看到底 你是不是一個FB user 如果你不是 你也不一定要用 好我曾經試過 但是我不是一個Heavy user 那我放到學生也不見得很愛上 我就後來就比較沒有這樣經營 那我有時候會發信給全部學生 關心他們啦 分享 還有一個只要期中考後 我們系的做法是 只要有學生被當 一定要等期中考後 千萬不要等期末 那就沒救了 期中考後萬一不行還有停休 有一門課可以停休 大家知道就是踩煞車 學生是有停休一門課 通常是停休被當 而且無法透過期末分享 期末翻盤的 那我們就會請老師 受課老師就會通知學生 然後通知導師去關心這學生說 你今天沒有來考試 是不是有什麼困難啊 要不要老師 當然你不能說 你睡過頭了吧 通常我們都是 你有沒有什麼需要老師幫忙的地方啊 特別台大真的有學生不來考試的喔 所以你要點名喔 考試一定要點名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點名 然後確定他沒來 要不然他就說老師我來你考卷搞丟了 這種都有發生過 然後我們就都點名 那我就確定他有來 然後就說欸今天你怎麼沒有來考試啊 你還好嗎 是家裡發生什麼事 或身體不舒服嗎 如果都沒回應的學生 就當掉他 你就沒有罪惡感 懂嗎 回應了你就要跟他談 欸發生什麼事了 那你就或者用手機 而學生不看mail 我就用手機 都會想辦法去關心他 那在期末考之前 我們有什麼補救之道 我們可以怎麼做 你學習上遇到什麼困難 在我們那裡主動關心 分享一些 我們有很多老師會 他們看電影啊 活動好文章 這都看你自己的習慣 你自己決定什麼方法 所以我說這個多元 就是說你自己去設計 我曾經也帶學生 以前學生說吃飯太無聊 我就帶學生去淡水玩 那是我年輕的時候 後來再也不做了 然後跟學生約好之後 從18個到10個 到後來出現8個 你知道你 我還付導覽費3000塊 然後走到淡水回來之後 我又發高燒 我從此再也不做這件事了 學生很有趣 他講好要來 他會不來 也不會打電話給你 你要有心理準備 張老師應該有經驗 所以你自己知道 你很熱情勃勃的 帶著他們 然後很辛苦的 然後知道年紀比他們大了 所以通常 我那次回來之後 吹海風回來 哇我發燒 就他們都沒事了 然後我還要再補請他們吃飯 重點是沒來的 我又不能不關心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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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因為學生之間我都存在多元性 你不用強迫他們一定要怎樣 但是我就說好像反正我們這個費用 喔我們系只有350 其實我們系沒有750 因為我們系就是把其他的錢合起來讓學生辦活動用 那吃飯我們反對吃那麼貴的東西 這不符合社工的精神 就是不一定餵吃而吃 那他們都要750都要吃Buffet 你覺得太浪費了 我們就跟學生說我們統籌來做一些學生演講 有意義的活動 他們其實是支持的 甚至我們聘兼任老師 我們就用那個錢去聘兼任老師 聘好幾個你知道你就知道 我們今天老師有多便宜 大家知道齁 然後再來我最後就說 我講剛剛建福老師也說 我這麼忙了 我們昨天到今天大家快死掉了對不對 然後你還跟我說要照顧學生 那誰來照顧我 我遇到很多老師說我咧 我也有心理需求 我也要諮商輔導對不對 但是學到台大幸福中醫是不輔導老師的 但是他會轉介我們到外面輔導 你是跟他講他會幫你推薦外面的人 好可以但是我覺得通常 很少數人會覺得自己有需要 所以你還是找 我會建議大家認識不是學界的朋友 記得千萬不要你的朋友都是學界 見到面都是你幾點了 欸不是你幾點了 哪知道齁 現在幾點了 千萬記得齁 你需要一些不同領域的人 轉換你的腦筋跟社會跟世界齁 所以我下班後就是媽媽 我是有兩個小孩的媽 各位女老師這是有希望的 只是差在我中間隔了八年齁 你還是可以結婚生子當媽媽的齁 那所以我下班後其實有時候 我很喜歡跟我兒子的同學 我教會的朋友 就是不同領域的人 做一些不是學界的事情 我需要我自己得到一些齁 然後我也游泳 雖然我從小到大 唯一會被當的科目叫體育 可是我現在學會了游泳齁 所以我記得很重要 你怎麼去解決齁 那最後一點點齁 因為我們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其實就像我說的 一定要學會說不 你千萬不要在自己的研究室當小偷 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們有老師說 為了怕學生找關燈 我跟你講真的 到現在還有老師要用關燈 然後開桌燈 我說你這樣當賊嗎 他說老師你知道嗎 我們只要燈一亮 學生就 他就 他敲門即便你沒講請進 他就衝進來對不對 還有給你鎖門 他就一直敲 敲到你開門為止 所以怎麼辦 我也學會 你有報告 你有daylight 我們的daylight比學生還多 相信我 所以你怎麼做 學生一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以前我都說 你就一邊做 然後一邊跟他講話 一邊看電腦 然後他還看不出你的暗示 繼續講對不對 一定記得我說的 你第一句話問學生說 請問你有急事嗎 老師沒有啦 其實我想跟你談談生涯 喔 那我們約個時間 因為老師也在趕報告 你要講出你的幾集 Karenton 請字你拿出來 那生涯我跟你約 什麼什麼什麼時候 我們來meeting 你把這個時間保留給他 也保留給你自己 然後學生會覺得 非常尊重 如果他哭上著臉進來 真的快要死了 你就算了 就是說好 那就先Calm down一下 一個小時Calm down 你只能今天晚上加班一小時 但是通常這機率不高 別擔心 這種哭著臉進來的不多 通常是講一半 才會哭的比較多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所以你面子要準備好 臉準備面子 你知道我那學生 有一次我一個學生 我的面子一定是我可及的 你千萬不要把面子 其實我沒有想到那麼複雜 我就把他哭的時候 都會哭啦 所以你的面子一定要在你附近 你知道嗎 我的研究室好幾盒面子 因為我有不同的setting 在meeting學生 然後我就要整個 我就拿出面子來給他擦 讓這男老師注意到 你不要幫他擦 你就是 這還有性別差異 我也是啊 我也是 雖然他們說老師我可以挑女婿 就是說拿起來 然後我就說你擦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你看你真好 你就會拿面子給我擦 不像某某老師 整個面子盒遞過來 叫我自己拿 我說喔 OK 我說好好 就是他有趣喔 他就他連這個小動作 他都很sensitive 所以我就說 那拿出來 哭一哭沒關係 你哭完 再說 有時候你遇到學生哭 你會不知所措 你就先拿面子 放膠給他 女生我也不幫他擦 我從來不幫學生擦 我就是給他 他眼淚慢慢說 這個東西 所以你記得 一定要記得 除非他們真的是緊急 通常我都跟他們說 另約時間 因為你在做事情 不適合被打斷 千萬不要說這句話 他會來給你借錢的 我今年暑假就有 要給我借一萬六 我雖然拿得出來 but the whole point is should I 一萬六喔 也不少喔 雖然我是老教授 也是不少的錢 但他們知道 老師你一定有一萬六 你不能沒有 你要不要借我 這挑戰你的底線 這個東西以後我可以再開課 要什麼拒絕他 好 你要拒絕他 當然啊 我不能借他 我通常是不借錢給學生 你借的話 就大概就回不來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你要捐助他 那我那學生不是經濟困難 我知道 所以他告訴我原因之後 我跟他討論 最後他就不跟我借了 好 那盡難記得喔 千萬不要講這話 這種話我也講過 都死得很慘 好要不要留手機 那像我的話我是不留 我的原因很簡單 我跟學生說 就算你打手機給我 我現在沒辦法接 我就沒辦法接 他不是解決緊急事情的問題 當你有緊急 所以我就跟學生說 如果你緊急的時候 你可以找誰 你有沒有人知道你的事情 通常剛學生跟你說 他想自殺的時候 我第一個聽問他說 除了我 還有沒有別人知道你想自殺 你可以這樣問 如果只有你 小心 Alert 馬上要知道說 那老師覺得 你只有讓我知道 是不可以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 即使反應你的需求 我們要去跟誰討論 你要Propose 絕對不會是一個 只有你知道的秘密 還有喔 學生說老師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喔 可是你要答應我保密 我才跟你說喔 你不要說 好好好 你說 你要說 我很高興 你相信老師 願意跟我分享這個秘密 不過呢 我也得決定這個秘密是什麼 才能夠決定要不要跟你保密 因為有些時候他告訴你 他懷孕了 欸我們真的有這種學生 我們真的有學生懷孕了 你不要以為大學生不會 然後你就想 那我要不要跟他媽說 當然要啊 他真的監護人啊 我們大一的學生 雖然他18歲 但他未滿成年喔 我們的明法成年是20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注意到 他要墮胎怎麼辦 你要帶他去墮胎嗎 這有很多很多的價值問題 所以他只要跟你說 有秘密 你記得 不要很開心 啊 我很高興 你願意把你的秘密跟老師分享 記得啊 千萬不要說你說 然後就 好 那男老師像我剛剛講 女學生男老師 男學生女學生 那通常學生真的會在你的研究室 本來不哭哭的出去 所以男老師會比較吃虧 特別是女學生進來 當然視性社會 男學生出去哭也不是太好的事情 所以呢 但是呢 我就跟大家講 雖然你在跟學生約談的時候 不要把門關緊 但是有些人隱私 你也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們講得很大聲讓人家看 所以我通常都扮演 如果你可以不要全關啦 也不要全開 全開學生說 老師你這什麼意思 外面人來來往往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 女老師真的困擾比較少一點 然後學生就跟我說 老師我們這個年紀不大可能私生戀 只能挑女婿 所以我已經失去了市場價值了 那男老師呢 我這個年紀還可以私生戀 很有趣 所以他們說 老師沒關係 你就慢慢挑女婿就好了 這是男學生跟我講的 所以我通常 因為我們是媽媽 所以他們通常覺得 來找媽媽講講話 得到一些安慰還不錯 那我真的有學生 各式各樣的問題 包括他性傾向跟我come out 就他在我面前 我們絕大多數的學生 都跟我come out 就是我們全系的那個gay跟decipient 都會跟我come out 因為他們蠻會挑老師的 所以大概每一個人都 我的 就是在我辦公室告訴我 在我研究室告訴我 他是那個同志的非常多 那他們都知道 告訴我之後我會支持鼓勵他們 所以他覺得我不會拒絕他們 他們跟我講 老師我知道一定 你一定不會拒絕我 所以我需要找一個師長來做 那我講面子 那了解校方的資源跟求助 像幸福中心啊 還有性評會 我們台大市有個性評會 Google都到了齁 他是做性別一些性騷擾啊 性議題的部分 我們有資源教室 是對身心障礙學生 那資源教室是放在幸福中心 所以如果你們系上 或你的導生有身心障礙的學生 事實上他們在資源教室 是配有社工師或心理師的 這是學校一定要配 是教育部的經費 所以你一定要 那剛剛有吃飯的時候 有老師問我說 學生都不願意去 我跟你講齁 誰願意走進幸福中心 沒有人 就像你不想去看精神科是一樣 你會覺得毛毛的 還有學生說 欸我是來幸福中心當志工的喔 你知道我有沒有管理去那邊做什麼 懂齁 他不要讓他覺得我走進幸福中心齁 那我就會跟老師說 其實你可以當導師 跟幸福中心老師說 那可不可以約老師出來 在我研究室跟這個學生談 就沒有污名的問題了 所以這是可以調整的 那男女研究室的導師 你跟學生說老師陪你 我們跟輔導老師一起談一談 這個是可以的 就學生不用走過去 也不會覺得有威脅感 所以我想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先還是超過了大概三五分鐘 我先在這邊告一段落 待會我們再做Q&A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志文老師 非常精采的分享 那我們下一位講者是 大名鼎鼎張文亮老師 我想介紹張文亮老師 最好的方法就是 全部都讓他講 我就不要講 但是這幾天因為很難得 我們很不容易請到張文亮老師 讓他三天跟我們在這邊 我就巴著張文亮老師 在他旁邊跟他學了很多東西 各位欣俊老師 你們有機會拿下課 趕快去跟張文亮老師 多多談談 機會真的很難得 平常他都很忙 那張老師 這個我們都曉得他 除了這個非常講課 精采的工具 他還寫很多書 那後來我發現 我這天跟他聊 他發現說 老師你一定很忙 你一定每天都在這個PE 然後他說沒有 我都寫好手稿 然後學生會很熱心的跟我講 老師你寫好了沒有 我幫你KE 所以他所有的手稿 學生幫他這樣子KE進去 可能他們想說 這個手稿都標起來 可以越來越值錢 這樣子 那這個我想 這個很多老師都complain 你看現在學生 越來越沒有禮貌 對不對 來走過來都不跟我打招呼 不過我想這個 大家老師可能也要自己檢討一下 就像那個士維老師講的 菩薩要縱陰 你如果平常真的有關心學生的話 學生趕快來都蜂擁而至 包在你旁邊 幫你做這個幫你做這個 像文亮老師一樣 怎麼可能會不認識你 一定就是平常有認識 有關心學生 有這個播種 就會結束非常美麗的果子 那這個文亮老師其實他講話 上課非常的精彩幽默 但是我覺得最敬佩的就是 他把這個我們的導師工作 提升到這個 宗教使命的這個 責任感 那我覺得非常的非常的敬佩 他常說他是一個牧人 他不是只有看第一個 他看最後一個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那他在上課 除了很好笑 讓同學很輕鬆 他都講很多 這個人人處事的道理 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 被他道德循化 都不用跟他講得很嚴肅 什麼孔子說什麼都不用 只要文亮老師講出來的道理 大家都非常非常高興 一面笑一面接受 那我們就來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文亮老師 我前來 這是我第一次前來 我覺得我蠻感動的 看到各位 因為我在的時候 台灣打學的學生 是蠻有盼望的 那我已經快離開了 我已經六十幾歲了 那我來看各位 我就知道 我們以後的學生 是蠻有盼望的 所以很謝謝各位 一定花這麼多的時間 在西投這個地方 來參加這個興建老師的 那我本人也是第一次參加 所以我在底下聽你們所講 其實昨天我聽得很感動 我在底下聽了 非常感動 那麼 我先生有時候問過我 老師 就是 你在台灣大學 為什麼你始終沒有外遇 我現在已經六十幾歲了 我來這邊的時候 是三次出頭而已 然後呢 他說難道你為什麼 我後來還為這個問題 還寫了一本書 就老師為什麼一直沒有外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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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是是 然後這個 我當然竟然是很英俊的 但現在我也英俊了 這沒辦法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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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間只有一個工作 就是你永遠不會老 你當老師的人 你永遠不會老 因為你周圍充滿了學生 開學以前很多小時候 學生就會開始給你email 老師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辦公室 來幫你打powerpoint 幫你打字 都是免費的 OK OK 請多多多多 請問趕快他們要來這個 所以我只要講的是 我就要講三點 因為我只用十五分鐘而已 我就要講 我們知道越好的演講 時間越短越好 三分鐘更好 OK 那我就要講 講當老師的 三個很重要的 我先講難怪的問題 老師你為什麼一直沒有外遇 你為什麼一直忠於你的配偶 我說在我生命裡面 最困難的部分 是我的太太陪著我的 是這個一個你能陪著我的 那我再也沒有這種困難 那他們就在往下問 OK 就是說那老師 你既然這麼忠於你的太太 那我們對你的吸引力不夠嗎 OK OK 我上課一般都是 台灣大學對我非常好 每年送給我六百個學生 OK 那常常很多女孩子喜歡穿低胸 穿很短的裙子 OK 坐在我前面 然後他前面就問我說 老師我們這樣難道 難道你都沒有感覺嗎 OK 那我就說 我會有感覺 那老師那你感覺是什麼 我說我感覺是一些很特別的念頭 OK 那老師說 那你這種這種感覺 那師母不會知道嗎 我說我回去 我一定跟師母講 我太太有來 那時候我不知道他坐在什麼地方 OK OK 我已經跟我太太講 那我們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很危險 因為你一直對我們有這種特別的念頭 我說是 是 那你已經結婚了你還會嗎 我說當然會 你有小孩你還會 我說當然會 我不斷地會 我每天都會 OK 所以你們坐在我面頭你穿低 因為我高 我回頭看到你的話 我會看到你的事業線 OK 然後我我旁邊的錯覺 OK 那老師那時候 那你為什麼還忠於你的太太 你居然對我們是有感覺的 我說我靈驗一生 對所有女孩子都是有感覺的 而去忠於我的婚姻 而不是我看所有女孩子都沒有感覺 去忠於我的婚姻 OK 這個就是我的導生會 這個就是我的導生會 我導生會會不斷地有這樣的問題 那我在台灣大學開了一門課 就是說不出課名的課 說不出課名的課 是因為我認為 孩子們在18歲到23歲的時候 最關鍵的時候 就有一門課 就是說不出課名的課 讓他無所不問 那麼學生們會不斷地跑來 各系的學生 所以我的學生的話 他們有個代號 就叫包山包海 你如果上 如果你知道包山包號 紀樂部 他們都是我的學生OK 還有基理系的化工系的物理系的數學系的 還有我們深工系的 還有化學系 他們不斷地 他們叫包山包海 這個紀樂部 他們自己create一個叫包山包海 後來還有中 還有中正大學的 還有中心大學的 他們叫包山包海的這個網 因為他們根本不是我的學生 那是這個台灣大學的包山包海的紀樂部 把他跟老師的對談 一直放在網路上 那別的大學的學生就不斷地去建立這樣的一個網頁 然後不斷地竄出去 OK 這叫包山包海 他們叫 那我呢 我叫做流浪的河馬 OK 所以你叫河馬教授 他們就說是是 那為什麼叫河馬教授 這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原因 結果又好 我實際上是一個流浪的棋子 我在1990年不小心被放在台灣大學的棋盤上 所以我每一年都想離開 我每一年就說 我不是屬於台灣大學的 我是一個流浪的棋子 然後呢我至少也會留下 我已經留下26年的 是因為學生把我留下來的 是因為學生把我留下來 沒有學生 就是因為有學生 我才成為 我才成為一個老師 那現在就不斷地從各處來 他就把這個老師給留下來 我還是認為我是個流浪的 我想說我今年教完 明年大概就不教了 然後就很多學生 OK 敲你的門 他說老師我 OK 希望你留下來 OK我們需要你 其實好我之所以能夠留下來 是因為不斷地有學生 他需要你 所以我們才體會到 逃離滿天下 就是按時按節 全世界各地的逃離 都會送到你的辦公室來給你吃 所以的話 我之所以是個導師 其實我不是有任何的方法 而是你會有個特質吸引他們 我跟你講當老師 其實不是什麼 等等你需要一些方法 更重要的是你生命裡面有個特質 所以我要講第二點 我是個高度失敗的老師 甚至我是個非典型 我是個非典型的老師 在做個典型的工作 所以我同時是一個人當兩種工作 一個叫做正常的老師 一個叫做不正常的老師 我教那些好學生 我同時收集那個最不好的學生 我同時是一個牛仔 永遠在我的領域裡面 我跑第一個 讓我的學生追 但是一般是讓那些有體育的學生去追 我同時又是個牧羊人 總是跑在最後面的那一個 看哪一隻羊沒有往前走 我抱著他 我扛著他 甚至有說帶著眼淚 跟他一起往前走 我常常在台灣大學的福利社 在那邊喝咖啡 其實我說在那邊喝一邊流眼淚 因為學生把我給感動了 所以我送學生走 然後他走這邊 我走那一邊 我跑一廁所哭 為什麼我看到那種心強暴了 我看到各樣的各樣的問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突然間改變了 我說我受不了 我說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這種情緒大的波動 就自己跑去流眼淚 所以 台灣大學是一個非常很特別的地方 這邊有很多特別的 那第二個 因為我是個失敗的老師 因為我在念書的時候 因為我打過老師被學校開除過 我還帶著 我還跑到教室裡面去 把所有的考試件全部放火燒掉 我認為這是用考試評估學生 完全是個錯誤的方法 所以我一般我如果教必修課 我一定考試 我教顯修課 我教所有課程 我不考試 為什麼呢 我要用考試才認識你 那會不會是太低肝的 其實你懂不懂 我就要問你幾句話 我就知道了 連你我收過Master 所有PSD的教育 其實老師問我們幾個問題 他大概心裡就有數了 所以我以後是就是 我的必修課我一定考 但是我的顯修課 我的通識課 我所有課 他回家也不搞 我問你的問題 還有呢 你用紙來跟我對談的時候的話 我來評估你的成績 所以我跟你講 因為我這個高度失敗 因為我曾經打過老師 那我打老師的原因呢 是因為 我問他誰是Paul Ea 老師說Paul Ea不重要 你要知道 什麼叫PP等於NRT 理想氣體動力論 那我說Paul Ea他提出PP等於NRT 他應該不是幫助我考連考吧 老師說你是不是在搗亂 那我就在問他講一句非常不合理的話 因為我後來還知道 他是一個數學的優良老師 你知道 你如果獲得優良老師 或優良導師 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那年你的書會教比較差 就那一些title會讓你就 我不是很棒的老師嗎 我怎麼會還有這個樣子 所以你如果一得獎 你那年要幹嘛把這個獎給我 丟掉 甩掉 忘掉 OK 那其實那個老師上市 我們彰化中學 最會教數學老師 那我最會教數學 那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這個問題 結果他答不出來 他說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你在耽誤我們彰化中學上課的 那我跟他講說老師 你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教學態度 OK 然後他就啪啪啪打我 打我以後我手就擋他 擋他變成歐打師長 就開除了 那這東西都會影響很大 因為以後我去當兵 以後我去念高中 我去念高中的第一天 我並不是到辦上去上課 我是到信導處裡面去做報道 我那我去當兵 我的副教掌會也會找我 以後我去上班 我們上班 我們公司裡面的人二會找我 OK 所以我變成說 但是你實際上是一個好學生 我後來就寫了一本書 叫做Polier的故事 OK 我開始愛上歷史 OK 所以我後來後來 我常常告訴學生 全世界最有趣的戲 就是歷史戲 第二個戲就是文學戲 OK 因為歷史是有寬寬的角度 長遠的眼光在看事情 而我們像寫土木人 只有非常短的 三年四年五年而已 所以我常常看到寫歷史系的學生 我都會流口水 為什麼 因為他們練到一個全世界最好的戲 OK 所以台灣大學最好的 所以我當學生的時候 因為土木系太容易練 太容易練了 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去修 歷史系的課 跟文學系的課 那為了覺得文學系 因為中國的文化 你如果中國的文化五千年 你如果扣掉皇帝宰相跟太監 大概只有文學家而已 所以第二個我是個失敗的老師 然後我一面當台灣大學的教授 我一面後悔 我每年都後悔 我不應該教台灣大學的教 我不應該教台灣大學 到底哪一些是有問題的學生 哪一些是失敗的學生 哪一些是有困難的學生 第三個我開始講 講那個輔導的技術了 我有兩種很常用的技術 第一種就是我主動 第二種是我被動 OK 我常常有時候我就說 我就會認養中學 我跟你講很多學生會憂鬱 是因為他自我中心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幫助別人 所以我幫助那些優異症 我幫助那些怪裡怪氣的 什麼暴食症 我現在還有那種暴食症的學生 他只能夠變很胖 然後又可以變得很瘦 非常簡單 我根本不幫助你 我跟你一起去幫助別人 如果他一幫助別人的話 他就可以慢慢的走出他的問題 你如果容易鎖住你的問題 你就很難走出你的問題 但是你如果去幫助 所以我去認養屏東嶺中的學生 我去認養陽美高中的學生 我去認養四障智障的學生 我們這一隊就是去幫助某些四障的學生 他們那種優異症的去幫助四障 原來有人比我還不信 所以我也不跟他說 所以搞了我很多學生畢業以後 竟然沒有走我這一行 跑去去當學校裡面的老師校長去了 因為他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他發現他跟我去一整年 我們就帶一百五十個孩子到以外去玩 這是我的主動 第二個的話是我的被動 當然我還有一個時間叫咖啡時間 台灣大學的咖啡是超級好喝的 他們告訴我 很難喝我都不對 一個好大學一定要有好的咖啡店 一個好大學絕對需要 好老師當然也需要 更需要有好的咖啡店 我們拿大學的咖啡都是好 以前世界的咖啡都是好喝的 我每個禮拜五的中午 還有禮拜四的中午 我有時候會在一個地方喝咖啡 其實他們自己就會拿咖啡杯來了 那有時候我認識他 有時候我不認識他 他們坐下來就跟我無所不談 那我時間到我就走了 因為我體力有限 還有我這幾年因為他長生病 所以我越來越更有限 我越來越珍惜我自己的時間跟體力 但是他們知道老師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那他們就自己拿咖啡杯來 中期的話就是我的被動 就是我的被動 所以我是主動被動 在雙方的交替 那我常常跟他們講 我絕對不能幫助你 這是我第一句話 你來找我 我跟你講 我絕對不能幫助你 因為你不是電腦的keyboard 我按對鍵你就會有起反應 我覺得不能幫助你 但是的話我可以陪你 我可以陪你 我可以陪你一直找答案 我不會給你答案 我也不想給你答案 我只是陪你而已 有時候陪了好幾年 有時候培養憂鬱的 培養精神分裂的 培養那個 哇那個實在是 但是我跟你講 你當老師 我當了26年 我跟你講 你事後回頭想 你最精彩的部分 是你陪這些學生 謝謝各位